记者罗子新台北报道,蔡建雅金,二,出席甜点店开幕活动,她从六、七年前一头栽入烘焙世界,已有二张甜点征兆,但她谦虚说,越进入这世界,越觉得学不完,证书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 会不会想做甜点给另一半吃? 她表示,如果有爱的人的话一定会。 她今年传出和甜点师傅男友分手,被问拿到爱情证兆撩梅。 她大笑说,这题我就不回答罗。 巧妙带果,蔡建雅在右耳后和左手臂内侧上多了新的刺青,透露耳后的形形图案只是因为喜欢闪闪的东西,没有特别含义,但谈到手臂上新的翅膀刺青, 她说,我一直觉得我是很幸运的人,一直被宇宙保护,身边有天使的感觉,看住他就可以面对很多难关,向主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 至于新春集进度,她说,已经在筹备中,但这事即不得。 希望年底前能推出。 蔡建雅 记者王文林社,蔡建雅 记者王文林社,蔡建雅 记者王文林社 中文人名社,蔡建雅